来 我来报名的 柯文哲登记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 出战2024 未来他会否成为选举中的最大变量 这一次他还喊出了一个口号 就是走出蓝绿外的第三势力 这个口号有多少的号召力呢 所谓的超越蓝绿 或者要发展所谓的第三势力 长期以来是柯文哲一向的 一种政治宣传的口号 它影响了柯文哲两次的台北市长的选举 并成功当选 可以说它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 但不能说柯文哲参选台北市长的重要决定性因素 就是所谓的超越蓝绿 2014是民进党和柯文哲进行策略性的合作 也就是民进党力量柯文哲 那民进党他的绿色基本盘 加上柯文哲在中间选民当中开拓票源 最终奠定了柯文哲的 2014的台北市长选举的胜举 那再来到2018年 民进党其实是策略性的对柯文哲进行放水 那最终柯文哲还以微弱的优势赢得胜选 2022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 柯文哲阵营支持的黄珊珊 他走的也是柯文哲所谓的超越难力的这样一个路线 但最终黄珊珊还是隐喊败别了 所以说台北的选民结构拉到整个台湾的社会 他依旧还是二言对立的这样一个架构 所以在这个整体的架构之下 柯文哲要发展所谓的第三势力 要超越难力其实是存在难度的 不过我们必须要重视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柯文哲在众多的倒内民调当中 他一般会拥有大概是两成左右的这样一个选票的支持度 这两成的支持度其实是可以左右 接下来2024战局 柯文哲的关键性的力量也是应该给予重视的